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输入的部分 输入部分我们先来看一下A0 A0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可变电阻 我们把它叫做滑杆 它是长条形的 所以等一下这个开关是可以左右滑动的 左右滑动 好 那它是A0 所以我们要用它的话 我们必须先启用类 它是A开头的 所以它是类比的角位 所以启用类比的角位 然后这边填上0 然后当做输入 这里就没得改了 好 那我们就把它放进来 好 那这边拉开的地方 这个是不会被执行的 那个老生都有经验 新生稍微知道就好 好 所以我们把它当做输入 那输入的话 它就会 它就会给我们一个数字 它会侦测环境 就是侦测你那个位置 你移动那个按键的位置 然后它会给我一个数字 那问题是这个数字要在哪里看 以前S4A 它会直接有一个监视器在上面 对不对 然后你可以看到每一个A0A1A3的数字 可是这里没有 所以这里你要看那个数字要手动处理 手动处理 手动处理 那手动处理有两种方式 第一个 你用小猫的说 小猫的外观不是有说吗 我们就让它说A0 读取类比接角A0 我就让它一直说 这个不要 我让它一直说呢 它就会告诉我 它现在侦测到的数字是多少 然后就会出现在这边 现在执行一下 现在是71700 710左右 好 我现在来动这个滑杆 我往下到最底下是0 我往上到最上面是1023 那你随便移动到任何一个位置 它数字会变化 数字会变化 所以这个范围就是0到1023 0到1023 好 那所以你要先知道你的范围 所有的输入感测器 你都要先知道它的范围在哪里 好 那 知道范围你才可以去做处理 好 比如说 我如果 我如果 让小猫 如果它的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如果大于 500好了 如果大于500 我就让它变胖子 如果小于500呢 就变瘦子 好 那你看 那你就会需要用到一个控制里面 我们直接用小猫的外观 控制里面有一个如果否则 对不对 因为我们是两种状况 超过500变胖子 低于500变瘦子 好 那所以你把这个如果拿出来 然后这个数字要拿来做比较 所以你复制一个出来 然后呢 要用到比大小 所以要在运算这边 大于小于 好 把它丢进去 好 我刚刚说用500 好 那就用500来侦测 好 如果大于500 就要变胖子 那胖子呢 在小猫的外观特效里面 它的特效里面 有一个设定什么特效 那 设定微 我们用微哦 不要用改变哦 改变会一直加上去哦 回不来哦 但是 变胖总是有机会变瘦回来嘛 所以我们用 特效设定微多少 然后我们把它选成 那个鱼眼特效 鱼眼就是中间是放大镜的特效 好 把它设定成100好了 所以如果大于500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胖子 好 我再复制一个 那如果小于500呢 负100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负的 等下试试看哦 好 所以它 就把它放进来里面 好 所以现在它就一直在做判断哦 那现在情况 因为它是1023 大于500 所以它就 它就是变成大肚子 好 那我现在去拉这个看看 小太多了 这个瘦的太夸张 -20就好 好 这样就瘦了 然后 好 我把滑感移上去 变胖 瘦了 胖 胖 好 所以你就是可以用一个简单的 一个判断点 那这个点当然要在你的范围的 中间 随便你挑那个数字 因为要根据你所要测定的灵敏度 你觉得 什么情况要变 你就去做这些改变 好 这个就是输入的部分 来 各位先试一下